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見過有些小朋友 會肚痛,回不了學 會暈倒,要吃紫芸丸去上學 有些人一到考試 就突然會說 起不了身 整身好像大感冒一樣 腰痠骨痛 这些其实不是真的那样 因为他们检查完也没什么 这些是压力的反应出来的 其实是的 作为家长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小朋友的心理状况 为什么他会这样 其实他是不是有什么害怕 他是怕上学 怕考试 怕做功课 怕温书 还是怕失败 怕面对不到自己的成绩 甚至现在有些小朋友怕跟其他人比较 为什么我尽力了 成绩都是这样 但其他小朋友可能会说 我平时不认输 但因为他平时天之聪明 上课听完都已经足够了 也可以考到很好的成绩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要逃避 为什么不想接触这件事 其实小朋友如果有身体不舒服 例如肚痛、头痛、手远、脚远 起不了身等等 甚至乎小朋友真的会 逢亲一上学 一考试就会讨论 其实他们自己不自觉 第一件事作为父母的 不要去责怪他们 说你一定是假扮 那些所谓的肚痛不是真的 其实这样否定他们 会令他们更加痛苦 令他们更加要逃避 他们要面对的困难 所以作为父母的第一件事 要有一个同理心 妈妈、爸爸明白 你可能觉得很不舒服 你很不想去上学 不想去考试 今天不想去表演等等 然后尝试用一些时间 让他尝试把自己内心的感觉说出来 你告诉我 考试对于你来说有什么不好 不开心 如果你不考试 其实老师就不知道你平时学了多少 尝试去接受什么是考试 什么是测验 目的在哪里 不是因为你的考试不好 而去罚你 而是想知道你哪些地方懂 哪些地方不懂 我们再去重点教你 让你可以学得到 不会浪费了平时想学的时间 那小朋友慢慢慢慢去接受 原来考试 并不是一个过程去筛选 不是一个过程去排高低 而是给了一个机会去了解自己 自己学了多少 他们慢慢就会不怕考试 并希望自己可以在考试里面 尽力的话 他们发觉自己 如果是已经把自己的潜能 已经发挥出来的话 他们就能够很自信地告诉别人 我已经尽力了 其实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一些个案呢 傅医生 见到一些小学生出现了精神问题 或者是由情绪或压力产生 或者是遗传 我不知道 有什么情况 在这个小学阶段 你会见到的案例 其实所有的大人有的精神 情绪的问题 比如抑郁症 甚至乎 我叫做粗狂抑郁症 又或者是一些焦虑症 在小朋友也会出现 不过出现的情况 就不是那么多 通常我们说这些病法的最高峰期 都是去了成人阶段 但也不排除 有些可能真的有家族遗传 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 因为有些压力的问题 导致出现一些情绪的病症 尤其是小朋友不单止是家族遗传 可能小时候经历不好 譬如有些父母疑离 甚至父母其中一方不在 过世 再严重一点 可能经历过一些 虐待的情况 都会令到小朋友 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 一般大人的抑郁症 在小朋友也会出现 可能睡得不好 吃东西吃得不好 在小朋友吃得不好 更加担心 这个时候失差 他们会影响他们的身长 他们会较疲疑 经常哭 最重要的是 他们喜欢玩玩具 打机 到某阶段 还没有兴趣 τα是我们希望 他们会让他们认真 留意小朋友的情绪 作为家人可以怎样帮他? 当然要带他去检查身体 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在生活上 或协调上,或在医学上可以怎样帮他? 其实小朋友当他出现任何情绪 或精神问题 作为父母、家长 第一件事最重要是自己去了解 先不要去估计 或者去听旁门左道 或者身边不熟悉这方面的人的说话 最重要是我们现在很方便的知识 上网找一找儿童 例如抑鬱症、焦虑症 看看病症是怎样的 看看治疗是怎样的 尽量去了解多一点 当你了解的时候,就不需要去估计 也可以去找正常渠道去帮小朋友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尽量去看小朋友 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例如作息 会不会他们有些时候想着玩 晚上很晚都不睡 没有一个好睡眠的习惯 看看他们的睡眠卫生 他们的环境会不会 例如晚上习惯了开灯睡觉 又或者很吵 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家长 可以帮得到小朋友 至于饮食 当然尽可能给小朋友一个均衡的饮食 令到他们不要偏食 不要说吃那么多 有些小朋友只喜欢吃肉 或者吃零食 也不要说因为他想吃就吃 但也有些时候 比如小朋友患了情侣病 他们没有了胃口 尽可能鼓励他们吃多些 给一些他比较喜欢吃的菜 煮多些给他们吃 鼓励他们吃 也都是如果小朋友 他们不想去玩的时候 觉得很累 我不想出街 我不想去公园 尽可能陪他们 逐少逐少 例如今天你不想去公园 我们先去街上走 例如明天我们去玩五分钟 例如下星期我们玩十分钟 逐点逐点 让他们可以参与正常活动 帮助他们 可以融入他们的生活 真的不简单 帮助他们的孩子 多方面 父母 原来由饮食 基本的生存 都要去到心理的关顾 未来有一个 我们讲到小学阶段 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 青少年阶段 暴风的少年 我们到中学阶段 如何关顾他们 问题多很多 我们回来找悔生 再跟我们讲多些 究竟青少年怎么办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